HELLO 大家好 罪言堂今天很精彩 是的 剛才我們在爭辯的一件事 我們經常說釋怨創業創業 就是創業創業到什麼地步 我們想不到怎樣形容這個行業 首先這樣說 各位觀眾應該認得我其中一位嘉賓蔡宁出現過 這次有另一位同事就是Christine會在現場 剛才我跟蕭公士聊了很久 究竟他們在做什麼 我決定用這個方法 你自己說 最好因為是太創意創業 創意後面形容 我就隨便想這個名字 你不投降這番狀況 算不算是網紅的經理人呢? 其實網紅經理人是太闊的 因為網紅外面也有很多 福勝那位也是網紅經理人 其他也是網紅經理人 我們是專門的 我們是幫香港的KOL或網紅 入國內的節目 做節目的 即是網紅聲嘆 中港兩地 基本上是中港兩地的 因為大家記得 基本上的生意 基本上是中港兩地的 網紅加上這個 就突破了 就不只是香港了 而且內地的網紅是這麼大 之前也說過 即是內地的網紅人工是極高的 即是最近一生意 香港應該是二十萬 說就說 專家評論一下 香港有沒有這樣的市場 正常來說 正常來說 這個節目很少說 特別是很時事的 但最近有兩件事 跟你們網紅的事 都有些關係 當然要先問問 第一件事 我有興趣 二十萬人工的網紅 真是這麼順利 當然不是項內人 對不對 有有意 就是這樣 有有意 說說二十五萬人工 是叫做guarantee人工 其實他又不是說一個網紅 他已經是那間公司的一個聲利 我會這樣認為 因為我給定身去 請一個人幫他們去 因為那間幕後的公司 是一間Marketing公司 是一間Production的公司 是一間Marketing公司 如果有一個定身 應該是 就是叫 瘦身故意 網紅的行業 那個計算人工 不是這樣計算的 其實現在外面 我不知道所有行程 但以我們 知道那一篇就是 你有工作就計算 你有工作就不計算 因為網紅本身 要出鏡才計算 網紅還要看你是熊不熊 網紅這個前方 現在網紅可以不熊的 自己沒有空就行 自己打開 你等一下 你等我開口說話 我只是加入了 我們說話 一下拆開 那孔子 我担了 眼神加爛爛 我是不是太遠 我以為要暈某小時 還有今天關於發掘KOL等事情 有很多減授的部分 所以當然是要理會的 很猜的 因為這個行業在年輕人上當然很希望 而且好像很舒服很容易 所以新聞講就算不是定薪25萬 現在不讓我定薪 搞到我只有5萬一個月,很多人都嘩 要買得很滑 香港的海味 那你的現實是怎樣的 有廣告,你才會有分成 尤其是香港不會有禮物分 你看到Facebook或Youtube 不會有人給你放禮物,是賺Like、Clickway 或者觀看人數 原來如果清楚,丟禮物就不是每個人的觀眾 這是內地的用 等如你派利是一樣 香港不是手機給你錢 國內網紅其中一個玩法 因為多人收睇,就不是計算iBall 是直接在網上付款 可以開你的禮物 即是等於是賺助費 你做得好,觀眾打賞你 這樣用手機付款 就有個戶口,你的網紅就會收到錢 沒錯 麻煩你這樣,就不能玩回來了 在我講的時候,我立即開回 他們現在找的一個網絡 即是網絡上網,現在一個Live Room 看到一個劉力少女在那裡 其實我也不知道她做什麼 不是賺錢,不是賺錢 不是賺錢 最多人是賺錢 剛才說送禮物,他們在這種狀態 應該隨意可以結束 然後他們的禮物是代表要買錢 這些代幣 不是買的,後來也是 剛才在我們開始之前 我看到一個手字 我就在想,是什麼呢 即是包養 你們Clarify 不用包養 是應該賺錢 賺錢 賺錢 香港是沒有這件事 即是Facebook或相關是沒有這件事 其實不是,我較為年紀敗 就可以爆多一點點料 不是沒有的,是有 是另一種方法 當初最初有所謂的 videoscheck的時候 電腦可以check的時候 有一個行語叫VJ 很久不記得這件事 有一個美女 打機,聊天 然後 真的有Electronic Payment 當時很老套 有人跟他check 旁邊有個checkbox 其實那個是Facebook 還未出現的年代 當時已經有類似的東西 但後來科技一改 一進步就不見了 所以其實concept 你可以說不是新的 但現在玩網紅的玩的方法 完全不同 美女是任何年代的人 做人的 不一定是美女,美女都可以 不美女,我都沒想不到 騎來都可以無所謂 應該那個standard 都應該有多些 但我們應該都很寬闊 寬得很厲害 其實整個心態是甚麼呢 真的要多謝了淘寶這件事出現 因為淘寶是 為甚麼呢 淘寶是八年前開始 令到人值入一件事 就是我網上買東西 我沒有見過一件貨 我沒有碰過它 我都願意給幾十元至幾百元 甚至幾千元去賣 無論真還是假的都會買的 但也有真實 淘寶的時候都買得很好 有的 他們有其中一個習慣 原來網上花錢是一件 可以成為生活其中一部分的事 這件事沒有在我們香港出現過 另外也沒有說錯 生態很不同 國外的人上淘寶 上到甚麼地步呢 都是黏著在那裡 是有些專業賣手 所以為甚麼解釋生態不同 就不是說那些人很死無聊 都是無聊 很簡單的事情 你想想 你那個畫面 一方面他可能在賭命 在賺東西買 在不停地賣 可能他的專業就是幫人買東西 你這個畫面沒有門關 看網紅 很合理 打一個兩個 又陪著他 網紅紅 你明白嗎 其中一個可能是生態環境 是這樣的 他的生態令到他們 造就於網上去看一些東西 買一些東西 很自在的事 他可能會給錢的系統是極度方便 是的 即是他們出現已經沒有實質的紙幣 吃些東西 好像據聞 連一些 都賣咖啡臉的 對 街那些 不夠誇張 給禮都是 拿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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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紅包和所有的生活已經是沒不到的 因為這些東西都會感到的 高興一下 再讓你們 就變成了不會這樣肉痛 相對 因為我們不是現在運氣 他們有一個互動的感覺 在這裡 看看打照 其實很少錢就一定很多 對 對 又很少到很多 很強硬的 這是不是 百萬的也有 是的 是呀 剛剛 現在5月2月2月2月 已經有人在上面送了14萬例子給其中一個網紅 14萬 有一個例子 有人仔 有剪圖 有樣子 有所有東西都齊在這裡 當然哪個平台 我都要回去 因為今天發生的事 所以為何那麼Fantasy這個行頭 大佬 香港有多開心 收到14萬 新年都收不到 收到也不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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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整件事 當然是好的 因為你們是中港兩地 變成你會聽到另外一個地方裡的慣性 香港好像很落後 能夠落後聯合 不同一件事 其中一個很老土的說法就是 香港太方便了 你從前到街上去買 要不要上網看 但國內不同的嘛 如果真的在四川大樑 山角落大樑 你想逛街不要玩 相對另一件事 很方便 一個物流很厲害 可能單下山上電 你也送了一送上去 現在正常要買 物流又貴一點 很快 很多東西都變相對一點 我想這樣的條件之下 衍生出來容易一些 會有一個網紅的Market 很厲害 因為太誇張了 月入是想像不到14萬利線 當然是少 其實是一封的 是一封的 但平時山大斬麻油茶 一人一炆雞 泡死你 就是做回以前我們經常說的 就是大陸有多少億人口 每人給一炆 給你一炆 就是我現在已經發現了 當然是賣可樂的 現在是實驗阻這件事 不用拿一炆來丟 你要按個按鈕 按個按鈕 很輕鬆 這個情況是衰到怎樣呢 例如我在微信支付裡面有一炆 這一炆其實很大機會不是我的 可能是我不知哪裡收個禮事 收幾號就給送給你 所以我給出去就很豪爽 那些是我的 我們戶口裡面一炆就是我們一炆自己的 所以他們有一個習慣就是 沒有所謂 開心就行了 就載出去 這是心理的問題 你越來越後才是不痛苦 現在越後也不用痛苦 現在越後也不用痛苦 扔出去那一刻又不痛苦 所以就會衍生 但香港人是不計算的 你會實質的性多 但是有個心態都很不同的樣子 所以暫時聽下去這個行動是挺不錯的 古有成本的異議 好壞 其實現在是說 化成件事 當然這個是內地的情況 但譬如香港的 香港如果基本平均的淵琴 正常的紅的 range 實質是多少 第一 香港有沒有網紅 那樣就為之網紅 不是 麻煩 不網紅也紅 你怎麼說 其實現在 她說自己是紅還是紅 那些IG 因為我接觸很多 例如Model 她說自己是紅 因為她的IG有幾K的人 就是紅 但是對於現在香港人 其實這樣已經叫紅 可能十幾K 但其實我想說 是買回來的 我也很確實告訴你 即是自己按回來的 不是 不是 淘寶也有很多賣的 有些東西 外面也有很多賣 然後你會按進去 看到她的followers 其實全部都是外國人 五毛 即是黑人 因為我不會告訴你 其實我現在手上有一個就是這樣 OK 好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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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個無聊 然後她就去 你什麼followers 為什麼全部都是黑人 然後就看每張照片的like 只有六個like 然後就犯了 但很多公司不知道 就照找她去做 就像國內經常說 有五毛這件事就是這樣 每個 每個 五毛子 現在打一篇五毛 都不止五毛 可能是五元一篇 貴了 通帳 通帳 但說真的 公司 這麼傻瓜 看數字就相信 沒有理由 怎麼剩下 香港是在數字 結束 即不是在 國內好 有錢收 變成有錢收 沒有錢收 分別很大 即是她就問了一個like 之後公司會找她 可能做某些事 可能拍照或出稿 那些 Supposed 她們這樣收錢 就變成她的收入 沒錯 不錯 然後撐大了個數字 就以為是 那不是出了現在 可以遲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唉 我要找那些 作假去買都要有些時間 真的不要教我 所以這段時間 多了很多節目出來 例如Viu台 有KOL 有些 有些 有些很多節目 是罵KOL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樣玩法 其實生態環境是倒硬的 嗯 因為你作為一個COPIC的人 或者Marketing 或者是老闆 也好 他試過一次幾個 他還會回頭來 是嗎 他不單止不會回頭來 你這個 他還會 其他社會 會退變 即是會變 但你們作為 行業最先方 不知道怎樣定義行業 你行業最先方 就是行業最先方 哈哈哈哈 你們覺得會變 即是創造也不知道 是 中港兩國 是中港的 沒有所謂 大家真的想理解一下 尤其是很多年輕人 經常常忙 是呀 我不用上班 我自己喜歡做什麼 就算你買了 都好 都是很自由的事 很slash的事 即是說真的 我喜歡做什麼 我喜歡做什麼 你講吧 你講吧 你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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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 你講什麼 你講甚麼 我講 你講香港 你講不太好 你講不太好 你講什麼 你講什麼 可以罵 還可以說 來來來來 這是聯工福利發洩 K的 你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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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罵了 我先說香港就是罵香港 沒問題了 我都不知道怎樣說 又是呀 你不要猶豫了 你還不知道怎樣說 我先說一下 你不要那麼激一點 我來給你 香港的網行其實是2013年開始有這件事 2013年開始有這件事 幾年而已 其實是4、5年的時代 就開始有這件事 當時是YouTuber先走 其實再早一點都還有Blogger那些人 其實YouTuber我還很尊敬他們 因為他們要剪片 他們要創照 他們要全心全意投入成事 要製作的 我又說一些很歐的名字 他們又會罵我 即是領洛 花花 小花 那些都會用很多心機去做這些事情 這段時間其實還有很多copy 他們會找他們幫忙 做一些廣告上的東西 他們都會量很多的 因為為求令到廣告不嚇人爭 他們就量了 真的很有創意 很有創意 大家都知道剪片頭很痛苦 真的很好看 後來出了一班 我最討厭那班是IG甚麼甚麼女神 男神 其實全部鬥數字 對 再討厭一點 有一班公司 一班公司 然後拿來去銷售 我經常覺得KOL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叫做Kill Opinion's Leader 我講的東西是我的內心感受 沒有牽涉錢的情況下 其實是很自由發揮的 可以很多人買到你的 但一講錢一講生意 其實我們行外我當你Marketing 我當你Marketing是賣的 但他們不當自己Marketing 他當自己是KOL 即是說自己試用這件產品 但可能他沒有試過的 他純粹是收了錢之後要推過 推過 那不是問題的 他就像模特兒一樣 但我覺得沒有問題 你當你Marketing就是Marketing 但你Marketing的操手 講些東西不應該是真的 你不應該講些東西是有關的 還有你預料 你是一班本身看你的人 不是打算看你賣廣告的 而你去賣廣告的時候 麻煩你承擔責任 最近另外一宗花邊新聞 什麼家科都要留意 不是化妝品 也名譽上不是網紅 而是有個女孩子 踩拖去行山 跟著被山有孖狗彩 因為是完全違反 這個常識的安全 所以他自己要走 正如他所說 有些東西你真的不能亂來 你也喜歡操秀 你也喜歡操秀 是啊 他當初可能不覺得自己就是這樣 問題是其實那一套是錯的 選擇是教壞小孩 那些東西是你分享了 但你沒有想清楚背後 可能有些小朋友不知道 你真的要看什麼 因為他很容易 因為很多人知道 角色這樣就對了 就會出洩 而且會搞出人命 而且問題是他懵B也是一件事 他可能是故意穿到這樣去 不得都是另外一件事 對 因為有很多人抵抗 因為某程度上有些基本 檢富 基本方個人 基本上是 網紅臉 網紅衫 不知道 有些什麼 這些 一個套裝 對 想買 套裝是小補一點 整件事就去到這樣 我們已經知道 其實有些外國品牌的市場 香港比較大的市場 他已經剪了紙媒 他開了很多企業上已經剪了 是太多紙媒 他都怕沒有東西翻 市場都是在數字 是 試了兩年KOL 試了兩年IG女神 出事了 沒有東西翻 不但可能因為KOL崩潰 而他們有萬負評 是 因為大佬 represent他們這樣有機會 品牌很難搞 你是KOL 就是關公西眼 關公 全部都關公 現在開始知道 很多COVID會退 但你退去哪裡 香港不能回到紙媒那邊 是的 香港市場的市場方法 是少之有少的 是 我來說 不是Facebook就是ID 我當你很厭惡 就是Electronic 紙媒又開始抹滅落 你賣台又不要賣 大台又買不起 又太貴了 真是瘋了 接著落地 難道你派傳單嗎 是不是 都亂做的 你不夠rich的人多 你派極也好 好像我們的中小企都更好 派傳單 有黑花就不能去 如果那個branding是 頭頭那麼大 是 不行 那就麻煩了 做不到這件事了 也不會做 你沒有辦法之下 你唯有靠Marketing去選好 一些質素的網紅 但哪裏有個guidline 告訴你哪些好哪些不好 你呢 這個時候有很多 是時間 多了 多了 我覺得KOL 你看以為很好 但其實全部都不好 為什麼 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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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學一下蔡華 應該要當自己 好像Marketing的人去做 但他們 可能收了別人的錢 去銷售產品 拍照 買上IG 然後就寫一堆東西 就說 很好用 但實際很明顯沒有試過 然後就會拿出產品 拿出產品 拿出產品 他不寫就只能寫嗎 很糟糕 不是他亂寫 因為別人一定會告訴他 你的產品 我是怎樣怎樣的公額 他一定會告訴你 那他就照寫 用自己的文字 剛才不是照寫 就是 你先寫 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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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寫一些些線稿 把面上寫的公額 對呀 寫回去 然後 其實他們兩個星期之後 就買出產品 因為我真的聽過有人問我 喂 我可不可以買一件產品 補充不動 賣出去 說賺錢 很多的 太警示了 suppose agent 那邊 都是希望送完產品 給他們 用完寫一個評論 又不一定 正常是這樣 有些公司 不是 即是我要做 又要給老闆看 我做了就行了 總之有個 ipo 對 對 他成本 可能不是太高 即是給了一個 sample 又不是太大問題 即是 你正常來的 應該是用完整 你講了很很touch的東西 然後他那班 粉絲 真的用正常的 就是這樣 正常的 現在都有些 但好少 好少 但是 但那些 Q&A是很多 即是說多了 但 認真做事是好少 是啊 超少 因為就好像剛才 你第一個部分 說 每個人都想入行 每個人都覺得這行很好 對 而且沒有雞拉 入不入 即是多了些 數字便可以 穿小布D 其實不是多數字 哈哈哈哈 真心理 平常在IG的人 穿小布D 就是多了些人 大D 放臉D 白D 我見過KOL 可以P一張圖 P半個小時 接著要我幫他拍 首先幫我拍 你見過真人嗎 不是很大 但是有落差 即是長腿 我幫他拍照 我要拍十張 他都不滿意 因為腿不夠長 哈哈 然後我說可以了 拍完沒有 他說不行啊不行啊 你拍多一點吧 腳不夠長 你低一點高一點 即是長一點 不是拍完 就會真的長了 國度會問 對 國度會問 我都明白 做假程度去到很嚴重 很嚴重 然後就要P30分鐘 才說上去 算了 殺了他 真的 辛苦你了 這些叫花邊 我們都試過 這些東西應該來過 我印了一個引頭給你去 你去到一個COPIT的地方 做一個廣告或宣傳 我以為你是一個藝術來的 藝術來的 藝術來做飲食節目 我明明是不喜歡吃的了 口味啊 還沒吃已經很味 這是專業操手來的 對 我現在跟你說 我不是要利用真性情 真的要演戲 因為你是收了錢 這個不是 對 這是Market的工作 但你出來的效果是 你出來的效果是 我出來的效果是 會想殺了他 然後那客人 都不是很滿意的 不滿意了 然後那次真的痛苦了 我說明我以後 我不會再跟他出作 我不會再跟他合作 因為是很搞笑的 她其實是 我不說名字 但其實她是某位 很出名的人士的太太 她本身都在Beauty界 都有一小名氣 她現在做了blogger 某一間公司的blogger 我想其實大家可能知道 你是誰 她剛剛做的 然後很搞笑 我就找她 接了一個工作 我下指名要她 因為她本身做主持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 一定可以 就是介紹產品 她介紹 因為她介紹了一些 美容的療程 很搞笑 那天我跟她見客 她就問那客人 我那天要穿什麼衣服 其實你本身不問 那客人不會要求你穿什麼衣服 她問完那客人 她說穿好白色衣服 她就說OK 我也穿白色衣服 那我就想說 你跟我一起去見客 你應該要記得要穿白色衣服 到那天 我約了她下午5點 應該要去那客人 然後我兩三個就問她 你今天穿什麼衣服 她拍給我 是一件桃紅色的衣服 然後我問她 我說你為什麼要穿桃紅色的衣服 我說那客人 那天不是說要穿白色 你自己問的 她說 因為我前一個event 要求我穿桃紅色 然後我心想 前一個event 給你錢 我這個客人沒有給你錢 然後她說 那現在怎樣 你幫我買一件行不行 然後我說 然後我沒有回覆她 然後她就忍不住 她就說 因為這樣 我自己去買 然後我發了貨 我就告訴她幾句 她說 其實現在不是吵的時候 她說 你罵我都沒有 不如一起解決這件事 然後我說 我真的 電話等爛了 然後 殺了她 然後她來 穿了一件白色衣服 最後就算了 她就很搞笑 因為她主持 她就覺得自己背部好 然後她說 你前一天給我一份稿 我都可以的 我都會背部 那我當然相信她 嘩 怎樣落到場 真慘的引渡 啊 全部都不是跟著那份稿去讀的 很是創意的 超有趣 她還說了一些 她還說了一些 是不應該說的 嘩 然後 那客人馬上在旁邊 因為那客人都在 全程都在 做job的時候 然後那客人馬上 黑臉 正常 然後 那一刻我心想 你有沒有搞錯 你自己又說背了一份稿 她終於來到的時候 很淡定跟她說 我背了的 我已經知道要怎麼說的 我根捉完 我本身還寫了Q卡給她 我還想說 不如拿Q卡 在這裡做的時候 看著 然後她說 不用了 首先她開始讀錯客公司的名字 嘩 很誇張 然後我心想你會有什麼名字 好啊 應該沒有錢收 然後我真的 真的 激到死 然後我馬上趁空袋 跟她說 你知不知道自己讀錯客的名字 她說 不是這個這個嗎 我說不是 然後她到中間 她繼續再說 那些不應該說的 然後客人馬上要寫Q卡 給她在旁邊舉起 她說 你不能說 然後她還要不理我們 因為她很囂張的 原來她說 原來那些Q卡是個客人 我還以為你寫的 她潛台詞就是 因為你寫 所以我不讀 我不跟 但原來我知道是個客人 我不是一組讀一組跟 所以我見過太多Q卡 其實太囂張 初遇的 不是初遇的 是很大量刀是這樣的 會想殺了她 為什麼呢 是呀 因為她上網那一刻 她不是直接收錢 會不會 上網不一定是收 我估計會不會是什麼 其實她不需要經過很努力的 很漂亮 有樣子 很簡單的 你已經得了一個機會 她未必珍惜 或者很多人遷就她 對很多人遷就她 對很多人遷就她 你根本我做什麼 你因為我的知名度 你都要遷就我 是呀 我不肯定 因為你平時做一個正常工作 或者可能你一些辦公室工作 等等的事情 你的同事很不行的話 你都要動她 你先走開 因為正常一個人 你不是因為知名度 你一定要有分上技能 有分上的溝通 和你的尊重等等 你才可以令人覺得舒服 我不知道是不是 一些年輕人 本末倒置了這件事 所以身負心理 但是鏡頭看不到的 講針 以前呢 有個說話 我經常做一個畫畫 那些 被人罵 你沒有藝術家的能力 但是你是藝術家的脾氣 我經常被人罵這句說話 你沒有能力 但是你經常覺得自己我是藝術家 我不跟你 現在就是有名人的脾氣 沒有藝術的脾氣 沒有藝術的能力 但是有藝術的脾氣 當然我覺得 就算有藝術的人 好得那些 應該正常來說沒有這個脾氣 對 對 所以做了這麼多年 沒客氣 因為有些藝術家常說的 有才能 有樣子 有所有東西都好 最慘的是 再給你勤力 再給你更慷慕 那些是站得更高更遠 只是本末鏡那些 就覺得我有了 所以我不管你 其實是傻的 我覺得這件事長遠來的 很難記起 起碼我先生氣了你 我們好像KOL發掘 這個星探 他很喜歡操守 那一刻沒有罵他 我罵他 我打電話 我罵他 我罵他 然後我說 他這樣 沒必要罵他們 他們的工作 他們不尊重 下次沒有 結果你不跟打工 打工也會引你一會 或者政府也會引你很久 但正常這些學生 做好你 做好你 搞成這樣 還要下個傻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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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不到那樣子 你跟著他們出工作 才知道 對 對 我們作為公司 也好 最後也要確保 什麼事成功 成功出來就漂亮 就吃光了 但是 其他客人就是看他漂亮的東西 沒有看他後面那些紙 還有你要明白 每個人都像他那樣收錠 是不開名的 對 不能開的 那你下個其他公司 他不會那麼細節 對 你一個傻豬 很慘的公司 大家好像全火棒 傳了位置 很慘 但公司不會不知道 早晚的 但是這個問題 到底是爆成怎樣 當你全香港火爆 那整個行業就掉了 對 對 最後面 雖然說笑 最後 他不是破壞了自己的名字 那麼簡單 而整個行業 因為這個原因 可能香港就變成一個 做壞事 對 他不會罵誰 KOL不行 KOL就是不行的 一句話就爆出來 那其實 說真的 有個真理 你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宏大地 你自己之餘 就是理貿的行業 他連自己的客人都不理 那些事情相對很難說 但如果 剛剛說的 走得最快 國內有什麼情況呢 國內呢 怎麼說呢 先對比 香港沒有人管理這幫人 他們最多是Agency管理他們 用傳統的Agency 用客人 用這個需求者去管理他們 而大陸 首先他們 未去到KOL之前 是叫做網紅的 因為他們的介紹很清楚 就是有50萬粉絲以上的人蠻 可能你微博也好 或者某一個台 50萬 真的不用想 以上才叫做KOL 那你才有一個 就是我有群眾 你不是5000是叫群眾 那當然 香港已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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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香港 他們叫做網紅 網絡紅人 由網絡紅人 他有幾樣東西會監管著他 第一 國學家界有法 他會監管著哪裏 他們有一條 上年12月出了一條很重的條例 就是色情暴力 反共反動 魚超 一大堆東西 所以他就不可以做 我想看到你們的帖子 下面也有寫的 是啊 有寫的 因為他一犯 因為現在直播 他們全部是實名制 哦 因為是直播的問題 之前出過時的 沒有未播 直播不是錄播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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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錄播放上平台 土豆 都要是實名制 總之你放任何東西出來 所以他們會很謹慎 我講過任何東西 原來政府會監管我的 這是第一件事 如果講法就直接死人了 第二 他們在這裏已經寫了這些字眼 即每一次開 基本上第一句就已經講完 一些基本的不可以做的事情 因為監管得很清晰 第二就是平台會監管他 第二就是平台會監管他 因為他做任何直播 都要在一個APP也好 網站也好去播 那個平台會 因為他的質素差 或者要講錯任何東西 趕他下線 嗯 即是鬆他的戶口 是的 這個已經很大的懲罰 是的 第三就是 他們的agency 開一個agency的公司 例如我當我是國內 開一個公司 去控制他們的話 那間公司是要申請牌照的 哦 去到第四就是 他們有網紅工會 工會 現在已經發展成熟 是的 其實他都是2014年左右 所以他很近 是這麼長時間 很難 很快 人多 有工會 有工會 有些要收會費 有些會用工會名義 和平凡价格 才有更多的人工 因為人多 人多 都牽涉到錢 也不少 他有話語權 是 賺到錢 是的 是 你說得50萬或以上的 是 給你一塊錢 是 是 就是這幾次 是 所以你一塊錢 還有他們工會是會搞網紅比賽 深圳和廣州 深圳和廣州 上一年搞了四次 人多 我都說 比賽 比賽是給誰看的呢 其實是給KOL的工會看的 哦 KOL有KOL的工會 就是他想升級 就去那裡看 是的 而KOL的工會 做的KOL比賽 是全國性 或者海外性 就是給衛視 或者電影商去看的 哦 一級上 就是他看到他們的 carrier path 你要做到某些事情 你就再上 會升級 其實就是 很成型 即是網紅本KOL KOL是可以變明星的 或者他明星的老婆 老婆當然是很多地方都可以 明星 那時候 葛基誠的老婆都是網紅來的 OK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 總之她是個例子 她是五年前在網紅的界別 做銷售內衣褲 嗯 即是她穿出來 然後告訴別人 我會這樣賣 她現在都想要繼續做這個生意 但她可能已經很高 很明顯 那還有 林 還有一個 小豬的女朋友也是網紅來的 嗯 嗯 所以其實他們的career path很清晰 嗯 嗯 嗯 很大 很遠 那career path清晰的時候 他們就知道 我不可以因為我現在紅 而驕傲 令到我後面的文化 嗯嗯嗯嗯 這個就是他們的文化來的 嗯 我可以這麼說真的 他們比較有一個遠景 是的 就是現在香港可能短時 變成不負責人來算數 但是你這麼清晰 市場規模又不同樣 是 五十萬啊 五十萬以上才算 是 香港有沒有 五十萬 五十萬 說得有 說得有 整件事 我想那個尺寸真的差很遠 對 還有說一個 即是他們叫神人 五十萬以下 那時候在微博開微博的 叫Pupy John 叫Pupy John 是一個女生來的 其實三十幾歲不漂亮的了 已經開始有少許老態 三十幾歲又有個老態 真是另一件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是害怕的 你們那邊的國內的空氣 給我拍攝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她說話很快 她 你有沒有聽過火雞姐 有 火雞姐她就tune到聲 其實就是抄她 哦 她說她始早 她是第一個網紅控制 由微博都開始補粉絲 出一些生活東西 又拍些週六小短片 十幾秒 講一個現象的狀態 然後由微博 然後升了上去 QL 未到微博 叫網紅 然後升了去不同的視頻頻道 百度視頻 鄧索視頻 她做了Top10 簽了約Kita Club 到現在開了自己的Studio 每個星期就先拍完這支影片 然後再收了一些不同的國企的 COPIT的生意 回來再拍東西 現在已經去到 她斷了一個月 已經去到幾千萬生意 一個月這樣去的 沒有實質產品 不 只是拍攝 拍攝去到幾千萬 對 已經去到神級了 那過癮就是 你的科技是容許你做到這件事 對 對 以前未發明電視的時候 你只是在電台上廣告 有電視就不一樣 整個工業發現出來 你那個網紅有很多現象 因為新媒體出現 對 而且她的時間又夾得到 剛巧她又是早期 這件事夾不到 對 再早 在國外有一個文化就是 第一批的網從哪裡來 又美女 又會化妝 又會說話 又會說話 又會扔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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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原來那些都有一班 這樣 這麼好質素 的至下 其實這是一個心態環境 所以 遲來 2014年的網紅 即是進化論的意外 添加了一片DMA 這兩片DMA 有一點異變 這兩片DMA 你新品中了 這件事 好有趣 那就 點了點DMA 之後 第一批的網紅 被人覺得是很切的 即是真的 你不做那些就做這些 那些 形象不好 後來 慢慢調整 除了 顏值 美不美 顏值 美不美之外 就開始講Talent 你Talent上 你懂得唱歌跳舞 你最簡單的 家裡可以搞定的 你懂得做體操 家裡做體操 是呀 打乾豆 我聽他們國家隊 不是 香港沒有 香港沒有 香港做不到體操 內地的地方大 你可以表演 捉骨的紅地 哈哈 就在捲到衣櫃 你來看 打乾豆 出來又沒事 哈哈 我每天都做 兩年前有一個網紅的女生 有 跟幾個網紅一起鬥鬥 鬥什麼 做那些叫雲撐 那些叫雲撐 他做了一個小時 他做了一個小時雲撐 但是直播就是做了一個小時 肌肉怎麼站著 這樣撐著 只有五百萬人去看 看了幾十萬人去看 是呀 是呀 那時候突然說 我沒什麼搞 我沒什麼才藝 對著鏡頭或者拍攝的地方 就做這些事情 是 但也有人會看 因為譬如 香港 我沒想說 見歷是世界紀錄都有 但是 我跳了一長時間 我明白 萬TV都是說這些 參考外國 是放鏡頭在火車上 然後幾個小時都是在火車上 完全是這樣 是很多人看的 收視很高的 是 所以內地 他有這樣的看 有這樣的興趣 看著人來做這件事 香港那些奇怪 但是我相信其他地方 大一點的地方 就不是一個新鮮的城市 我相信 香港是 已經被人列為 折袖最快的城市 是 所以我也想跟他說 我看剛才你網紅那些 他說三分鐘 我三十秒就認知 他已經關掉了 認知了 這可能真的是折袖 和你那個慣性 所以香港你真的叫他 看著這樣 是很大的挑戰 所以現在好像Christine有時候 找一些KOL去做節目 這樣 他好像有很多話要說 要說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很大的挑戰 是啊 他們是拍開一些 很漂亮的東西 是啊 對 剛才我拍了一個 但是現在要你對著鏡頭 在這裡 一個小時 這個Christine是專家 可以說 你是做聲探 找香港的人 所以國內做網紅 好嗎 很簡單 馬上就說 你什麼時候有公開的照片 是不是 看完之後 馬上問什麼時候 先爆料 是怎樣做的 對 我開心聽到這句 其實我開始做 就是在IG找一些 在IG找 找一些人數高一點的女生 對 就是人被握 所以現在找了一個 其實是假粉絲的人 回來 哈哈哈哈 好了 然後找他們回來 跟他們談 其實一開始 大家都不做 問問他 開始我扔了幾多難題 給我 沒有 沒有人會做的 即是沒有人會在香港做 國內的事 是啊 對 因為他們首先覺得很荒謬 對著鏡頭一個小時 說什麼 不知道 聽完自然太快 對 他們都說不用剪 但是有座位 又有剪 為什麼不喜歡 這麼有趣 首先 中港矛盾的問題 第二件事 就是他們不習慣 對著鏡頭一個小時 他們會不知道 說什麼 但是 對方這樣說 有些人可能很想 內地又可以托市場 我也有遇過 對 因為我覺得很可可求 而且 其實又真的這麼寬闊 假設你接受到什麼 都不做 坐在那裡又可以 或者做那類 我們覺得好像很古怪的 都有人有人氣的話 竟然是香港人接受不到的 有些會是 有些會是 有些做完之後 就會跟我說 我很想在中國發展 我遇過 做完之後 就是剛剛我說那個 很難頂那個 一開始 嘩 那些傻子就不多 一開始他就很不喜歡 經常都說 我不知道在說什麼 然後怎知道 早幾個星期就說 嘩 我好想在中國發展 幫我找一些工作回來 就是 會這樣 本來好像不接受 香港人都不行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不知道 然後 傻子不夠多 對 傻子沒有了 用完了 沒有了 你相對地 這裡接過四位數 跟那邊接過四位數 是大人民幣 對 對 只剩1點多 還有 香港工作都不一定 全有錢 譬如他們出現 很多時候都沒有 對 直接人氣 有些問題想問 內地會不會對香港的人 會 還有fantasy 對 還有馬劇 對 很大的美水 對 美水 以前都看過一些藝術 說登台還要5年到 現在還要5年 消完5年之後 可能已經 那些人未必對香港 完全不同 不是香港不香港 即是 你隨便在美國找那個 都不一定在中國工作 是 看人不會 就是因為 這件事 剛剛有個德國老 肥老 叫阿福 他特地改了一個中國人 叫阿福 嫁了一家人 就是上海的一個 家庭 叫做傳統的那些 學廣東 學普通話 那些普通話是 純正過我們講的那些 這個不出奇 對 他在微博開了 叫做阿福的什麼什麼 那些生活的樣子 那他出了一段片 起碼都過六七十萬點的日子 對 不是 你跟他說香港 這間俄羅斯帥哥 哦 一樣 文化差異總有那種 吸引力 對 有少少fantasy 我們總覺得 這班香港的人 是很蠢的 應該這樣 還會這樣想上去 我真的覺得 香港人會不會賣紙的差異 你不會假裝德國肥佬是阿福 沒有什麼 不是香港的 是香港的 說不好了 看那個人有沒有明星的能力 我都想像 大陸就是一個很稀奇古怪的地方 我們兩個多 我們兩個多 我們兩個 事不事 我說了 又爆料又爆料 我們上去做一個節目 那做什麼呢 就是吃辣的東西 辣薯片 辣麵 辣麵 這些在Facebook做到爛了 已經很多人拍了 我們正在做直播 那就什麼都不剪 吃完一個 即時表現 九千多人看 這樣也有九千多人 這樣也有九千多人 吃辣的東西 其實我們下次再放一部機 反正我都很恐怖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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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說的節目是直播的 但我原來太晚了 所以我錄播 沒有應該就 因為 11點半 六十點鐘 吃辣的東西 沒有 沒有 所以說 我錄播那個 凌晨三點人看直播 過兩次 我們有個年輕人 做開無線電視 他做開節目的例子 有一天晚上 凌晨兩點 三點 三點 然後跟細寶 在那裁結他 不是 在那裁結他 然後又有十萬多人看 應該在那裁結他 應該有一點鮮明度 上隊 沒有 在那裁結他 在那裁結他 是否因為人家周圍開 周圍不停地視訊 就是這樣 或是發揮給其他朋友 覺得可以 發揮 發揮 所以說 我們高手市是很稀奇古怪 你肯 拋個身出來 就會有人看 都不會說 拋個身出來 我們這個節目會不會這樣 是 等於 剛才剛才說的 南韓的案子 太多人自己一條吃飯 好像很悶 於是 我們在網行做什麼 就去電腦吃飯 對 他們吃飯 他做事就吃飯 很多人看過原因 就是 很多人都寂寞的心 就是吃飯 全補到那個 對 我想這樣說 香港你吃飯 可能沒有那麼多人 但內地 你悶的人吃飯 過一萬幾千 真的不出奇 不出奇 香港百年已經很高興 對 非常直播 香港也不會看到有人專門對著網 是淘寶 就是淘寶 可能有很多 但一試就會上癮 當然 因為生活習慣很不一樣 所以說 香港人 如果像Christine說 要做Matching 是想Explore這種創意 創業的話 就要進攻 知道嗎 到底他是什麼性格 或者什麼習慣 才能適合到 但是不是要有性格 就是什麼都可以 因為就是 要衝 要衝 正常都一定要有性格 就是要說話 你不怕看著鏡頭 我經常都會說 你怕不怕看著鏡頭 就不是 但有些 我看到鏡頭 他不是看著的 是放在旁邊 為什麼都要看一看 那場都是戲的 就是要放在鏡頭 要不怕看著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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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你所說話 我已經在做 你不怕看著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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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怕看著鏡頭 香港人不習慣 因為歐洲 人真的習慣了門蛋 有些拘禁就是 煮熟 很長時間 準備好 拆麵粉 做起麵大利粉 不是完整 如果是拆麵粉 煮熟的時候 玩了半天 會呀 很受歡迎 你剛才說 煮麵粉 我再說 那個TV 不是放在火車前面嗎 是 很收視 然後再極點 放在郵輪那裏 那裏 那裏 很久都找不到 那個案子 都有人看 有一些人是很需要 相對這些事 又是極致的 那裏 我聽到就是這樣 看著自己打架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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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開心的是 你倒閉 你 我馬上演出生意 我馬上演出生意 整個set給你 又 又 又淋了個心 哈哈 MAC MAC i蘋果 iTV 基本上你不動 他都是在看著的 哈哈 有香港 我賣個身材給你 多好 我送藝衣場 幫你打 哈哈 很簡單 但事實上人家的身材 真的超高 是啊 實質大 是啊 內地亦都這樣說 可能地方大 或者他們習慣了 只要香港這個地方太快 我們覺得好像很奇怪 我們不習慣 只不過如果 我們創業的朋友 你先打破我們的迷思 跳出了香港 看多些地方 內地一個好像很奇怪 好像沒有那麼多東西 你懂得運用 就變成新的生意模式 還要鑑正 差很遠 難追的一件事 就是過去已經走得很快 好嗎 很短時間 工會也好 分級制也好 政府的規管也好 市場的監控也好 有什麼要報告 其實人家已經走得很快 上軌就很成熟 很不同的玩法 所以變成不只是心態要調節這麼簡單 是否懂得生活 進入那個市場 成為工會的會員 很不同的玩法 你明白嗎 其實有幾條路可以進去的 你如果正是以一個KOL身份 一個網紅身份去進去的 初期都沒有進入工會 其實找人適應了的位置 你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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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即是說他們的主持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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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是 本身的節目是說煮東西吃的 可能你跟他互動到不煮東西吃 其實都可以 嗯?那你都會朋友嘛 即他們可能就不所謂了 你做什麼都可以 但第一步都是你跟他互動才會朋友 可能第一集還是煮東西吃的 第二集已經是溪水了 很快的 很快的 而且他們會很快融入 你當它融入你的生活 而你也覺得直播不是阻礙你的生活 這個有難度了 香港人習慣了養狗和貓的分別 他們很貓的嘛 是呀是呀是呀 很酷的 別搞我 那一隻呢 香港人是這樣的 你要它融入你的生活 這一下子的直播去到 例如我剛起床 起床了 那個女生 開直播 我就是 這是化妝的 就是會治療嗎? 是嗎? 油化妝可以治療嗎? 當然 在鏡頭前面 即是好像 Truman Show那樣 是呀是呀 當然有一點難看的 只不過剛才你講的 因為我想回到剛才講的技巧 除了真的會說話網鏡頭之外 剛才講的一定要讓人感覺到 他們融入自己的生活 這個之外有沒有特別的 譬如說香港 他們在宿舊的香港 可能在平台就已經處理到 即這些客觀條件反而沒有什麼所謂 語言也沒有所謂 沒有 你說廣東話很多人不懂得聽 不是說廣東話 不是說廣東話的 是廣東話的 有口音的 我知道你們是香港人 很喜歡的 他們會說你很大意 打意 是呀很大意的 然後我很喜歡你 現在說你是不是香港人來的呢 然後就送給你了 真的嗎 我真的太多學生了 我覺得這個工種模式 我了解多一點點 一又對 就進行吧 你不懂得聽到嗎 你不懂得聽到嗎 嘗嘗無法 嘗嘗無法聽到 你不懂得聽到嗎 香港人不懂 需要什麼數字 沒有說 你不懂得聽到嗎 你不懂得聽到嗎 你打死那個羅湖橋嗎 他叫你過去找他吃飯 那有時候 那個叫我顧客 觀眾是山西遊 你會不會過來山西遊 我包你車船給票 我來香港的時候 你坐到油 我給你錢 你給我吃飯 其實很多東西衍生的 其實很多東西衍生的 因為基本上 其實是透過這個 你網紅的那個Studio 衍生了很多 工作的司機 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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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憐的 很可憐的 因為機器上期是有對話的 遊戲有對話 達哥是最早期的 可以打機打到拍完廣告 做了多少 用卡找他拍廣告 當然 我初初是不認識的 原因為何我會認識他 就是上課後 學生做完Presentation之後 什麼事 正常一般的Presentation 的Closing不會這樣的 後期我突然出現了 原來這是網路上 一個很普通的形式 我就要知道什麼事 學校大學讀書 中學大學的小朋友 說原來很高興 我不懂笑 我都需要更新 我都明白 原來他們拆了聲 罵到什麼 有人喜歡 這也是 其實一般人 覺得好像不太合理 或者很不主流 只要做了專業 做得夠 有人擁戴 他就開了新的事 甚至可能我估計 以一般 完全不太網路上的朋友 可能會達過的 也會高 由網路上 直成是來了 這個大的 Mask Market 會明白 可能 也有 但這個會更多 他是很成功的 很肯註明 你想想 那些大品牌都找他 其實不是小品牌 好像銀行 有個 就是經常記住 那隻雕 其實很成功 就是由那個地方 跳出來 很多時候 例如年輕人 自己做一個工作 你是否可以專業 專心地 玩得高興 玩到 你帶到一個潮流 甚至開闖 或者反過來 不是很主動 積極地想 反過來 你放開某些 現成的枷鎖 很多人覺得一定要這樣 其實這個世界 沒有所謂 一定要這樣 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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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成功 是否先試 中國兩制都成功了 有所謂 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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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而覺得真的 那個不清晰 反而是空間 和好事 就是因為很難 人們抄襲到 正面是新的 你沒有預稱定義 要什麼加科 所以又不清晰 你說空間 當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已經站定了 其實已經差不多過了 過了 是 再向前進化得很快 會是怎樣 先說 香港人能夠進入國內 做直播這個渠道 先 對 撐住這件事 因為現在國家已經立了一條例 如果你個人 拿著手機 直播 其實已經立了一條例 是不行的 嗯 我只要跟平台 一定要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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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香港的朋友就不行了 過來找 是啊 過來找就行 但只剩下一至兩個 五個內 五個內 五個內的平台 可以有另外一個牌 可以來外國的直播直播 OK OK 這個情況已經 因為之前 其實做一年前 是一個很混亂的事情 嗯 有很多apps 他打招牌 其實他說是爆牌子 但是他來到 其實是設定 簡單來說 apps是給香港人看的 噢 對 那熱潮也不會出 即是出了 外銷 出來的效果也不會好 可能不少人看 但他用了一種方法 就是說 你做一次直播給你五百元 就是像撐台 整件事 但你撐了一下 公司都會乾的 因為這個模式 這個直播apps 這個模式 在香港是不會活動的 我們經常問 你做網紅 你參加那個apps 我家裡沒有問題 你會不會看這個直播給他 不會的 你不會給他一個like 就是行動是最現實的 但剛才說 可以規範 即是 國內不是那麼多頻道 可以播放國際直播的時候 會不會以罕為貴呢 其實現在我們就是在賣這個東西 國內都在賺錢 越來越好 非洲 南極最好 你站在我 沒有人有 你只有你有 你跟客人站在我下方 這是站在我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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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A 有名字 有名字 你叫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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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 你叫我 你嘗試 你夠膽試就行 起碼整件事 開始的時候就是一個DNA的錯誤 哈哈哈哈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有些新東西 click出來 我想這樣說的 因為太多現有的行業等事情 新的年輕人他們解釋新的想事 就是那個空間 但那個新的東西其實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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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覺得很不舒服 但是有些人 就是在那些穩定的地方 他有很不舒服的 是的 所以其實大家找到大家的市場 就是很舒服 那些人繼續很舒服 不舒服 那些人繼續嘗試一些 不舒服的 也不知道是什麼人 還有找到一群陪伴你們的人 大家都不知道做什麼 其實反而 試一下市場 哈哈哈哈 哈哈 這個問題是 你找到一群同伴很重要 或者你不是特別猜出 而你找到一群人適合嘴型 相對你會願意行多一點 所以才會擴大這件事 譬如打機 現在香港才說有什麼聯賽什麼 早十年八載 韓國也正在做 只不過香港又慢了這些 搞一下搞一下 現在真的開始有規模 學校教打機 小時候媽媽打的 打的 但現在打少一點 是沒有錢的 你不明白 整件事 我想父母等等的事情 整件事要扭轉 真是超級新一代 因為科技 以前都不想著小朋友玩是學習 玩到什麼程度 砌機械人來互打 日本那些砌機械人是打架的 超廢機械人 大錯 很厲害 我相信香港很多時候 未必夠膽去反轉思維 例如 諾貝爾 有些是超無聊的 反轉就是那個空間 你才有些新的東西出來 讓一些要跳脫 或者是不會埋守城區 你就有個工作機會 這樣才叫做創意 是的 我希望說真的 整個節目都在說這件事 大家可能在主流社會 經常覺得要做那些 醫生、律師、銀行 你才有錢 其實是衛生涯規範 其實有些人不對 你就是知道 原來那些同類人 他們做的工作 就這麼有趣 只不過是 你可能平常生活 多少接觸 還有要找的清晰 找到人 對呀 水型的人 知道想怎樣進行 其實這個 是多幫得到 還有大家真的要多些嘗試 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要心願 還有要多些去搜尋很多 很多資訊 其實上網 都會有的 現在那個科技容許 太多了 問題就是 找人找人都是那些東西 是的 限制就是找那些東西 他根本不會想其他 Facebook是最阻礙人 是他帶著你走 不是你帶他走 所謂的大數據 是你看開什麼 他就給你什麼 對呀 是傳統的 因為那些亂物廣告 但是我們真的要 是打一些關鍵字 我們可能在不同的地方 看到一個關鍵字 就手握大債出來 這個是幫我那時候 年輕人沒有這些東西 沒有網絡的 那時候找到 去圖書館找 是的 圖書館最集中 所有東西都是 任理揭 現在搜尋關鍵字 應該揭穿了幾個帖子 哇 但是圖書館是個好習慣 為什麼呢 因為圖書館沒有限制你 很過癮的 就算你找關鍵字 Google 尤其是 他還要找他自己的牌 來給你 是 圖書館永遠是被動 任你玩 但是你問一下小朋友 有多少沒有圖書館 你不知道什麼叫圖書館 你還嚴重了一點 這些服務都會 都會帶我們去到 的 但相對小弟 無論怎樣都好 我想今天都會開心 你們兩位 好玩 對 真的很好玩 雖然我都不理會 你做些什麼 哈哈 他繼續在網索 哈哈 Final Funchy 不要緊 大家知道 但起碼 首先很重要的情況 就是 原來可能KOL 大家看法 大家清楚 如果你打算做網路上的工作 可以想一下跳出香港 去找一些可靠的安全的平台 然後發揮一下你自己的文化差異上的優勢 可能會幫你在內地開了一個很大的市場 都會不奇怪 那我打架了這件事 我希望大家可以做得好些 今天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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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